當中我們相信在台灣5G即將開台 有非常多的媒體 非常多的爆炸雜誌都在談 5G的速度好快啊 用很多的數字 然後來告訴你5G好快好快 有多快到底有多快 但是呢 實際上大家都沒有辦法 用一個真正的生活的場景 和真正的運用 透過5G讓User知道說 原來這就是我要5G未來的服務 這就是5G可以改變 我所有生活型態的服務 今天台灣的團隊 Smartphone Team的團隊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跟非常多的策略夥伴一起合作 我們將所有服務台灣 所有的carrier 最佳的頻段 最大的頻段組合 全部都組合在一起 在5G的頻段裡面 所有的ENDC加LTE 加5G的整個組合的頻段 我們把它極大化做到最佳化 也非常感謝所有的社會夥伴 幫我們這個的大麻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做到這件事情 而同時間 我們把所有所有的技術 結合完成之後 我們將在台灣的桃園工廠 把它生產出來 它會是全球第一支 台灣製造的5G手機 所以今天我非常榮幸 讓大家開始從這支手機 開始認識HTC的Smartphone 讓我們看到這支是HTC U20 5G 這是我們第一支想要推薦的產品 而然而第二支產品 是什麼呢 我們會請昭龍待會跟大家一夜的宣布 我們來歡迎台灣產品經理昭龍 為我們看一看U25G 是什麼樣的 這麼棒的手機 謝謝昭龍 謝謝 謝謝Aaron 我想 誠如Aaron剛剛提到的 2020年HTC即將會推出 我們第一款 台灣品牌 台灣製造 代表台灣精神的5G手機 但是U25G 它又不僅僅是一支手機 我們希望U25G在新的5G 代表5G的高傳輸 低延期的特性下 結合HTC在VR虛擬實境的影音內容 可以提供更多給消費者 包含在遊戲 包含在娛樂傳輸 包含在溝通平台 甚至是開照體驗 都能達到全方位的一款5G產品 所以U25G 我們搭載目前5G手機裡面 屏幕最大的6.8吋 20比9的長傳比 但隨著這麼大尺寸的螢幕手機 U25G可以容納的向最大的視野 看到最大的影音 感受最多的傳輸 同時搭載256G的版本能量 以及5000電池的RM肥數 使用5G的高速上網 不必怕沒電 不必怕沒有容量 同時 U25G為5G而生 我們很開心 U25G是台灣首發 搭載Volcom Snapdragon 765G 行動運算晶電的一支手機 我們的U25G不像其他牌子 先用4G上再更新 或者是其實它的頻段組合 並不那麼的完善 U25G我們搭載 在上市的時候 初期一開賣 我們就會搭載 NSA跟SA的雙模平台 同時具備台灣各大低信業者 4G 5G的EMDC完整頻補 所以消費者拿了手機到哪裡都會有5G訊號 到哪裡都可以享受高速上網 同時U25G搭載的765G的晶片 也是為了遊戲而生 搭配大音樂的手機 配上Volcom 765G的晶片 它在圖形處理的運算能力上 提升了20%相較前一代 同時7耐滴的晶片 它讓整個省電的效能更加的節電 讓你在享受5G高速運算的同時 又能夠用得很久 結合EUP的技術 讓你的手機的體驗也是很流暢 所以整體來講 U25G可以是為遊戲而生 為你的手遊而生 為你消費者的行動運算 最大的極致語音體驗而生 同時間結合5G的高速傳輸 我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的直播者 他可能同時想要隨時隨地 跟他的粉絲圈粉 U25G結合大頻寬 可以快速地將遊戲的畫面 快速地將直播者的畫面 你的手機就像是你的PC 你的電競筆電的第二個遠端屏幕 對於很多重度的遊戲玩家 偶言 他可以隨時隨地無限唱完 不受時間地獄的限制 只要有5G的訊號 同時結合HTC在VR虛擬實境的投入 我們結合上整個VR頭盔 我們的5G結合CloudVR 未來未來可以很快速 無限化地將VR的沉浸感的內容 透過手機跟我的VR一體機 做高度緊密的全部 消費者不需要主機 不需要更複雜的主機電機筆電 你不需要PC 你只要雲服務 你只要有5G的訊號 就可以隨時隨地 隨帶隨玩 享受360度的影音內容 同時U25G 因應5G時代 也是一款為娛樂傳輸而生的Device 在5G的高傳輸速度下 消費者的追劇 看影片 這樣的行為很正常 不過 5G高傳輸 可以帶來更高影音畫質的提升 不僅在你的手機上 同時也可以讓這樣高畫質的影片 投放到更大的電視 更大的螢幕上去 同時5G時代來臨 高解析畫質的影片 好像是正常的 我們希望結合更高的影音應用 我們讓消費者感受到的 不再只是平面 我們希望帶給消費者 更高的即時串流 透過360度 camera的畫面擷取 透過5G時代的高傳輸 我們希望消費者 我們希望消費者在家裡 即使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也可以充分享受 演唱會運動賽事 伴隨著5G多視角的VR360的影片 在此 仍然特別感謝中華職棒 部會長以及11Sport 湯曉玲總經理 協助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這次在整個實拍 入場去拍運動賽事 把中華職棒帶短地內的台灣之光 在一個好的賽事內容 你可以推廣到全世界去 同時5G也可以是溝通你我而生 5G制度很快 所以你可以把你所拍攝的影片 照片 高解析的檔案 快速的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同時我們剛剛Ryman 部長台提到了 在5G時代的溝通 不再僅止於手機對手機 在新時代的溝通平台上 HTC提供的是多平台串流 我們希望提供5G的大溝通的速度 結合PCVR 跟我們一體機的沉浸感的內容 你可以創建你個人的虛擬人物 自由的走動 如果沒有PCVR 沒有一體機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的多平台串流 同時也支援的PC 同時也支援的智慧手機 所以5G時代真正可以達到一個 5G全範圍無縫的活動新生活 同樣的 U25G搭載目前旗艦級的5顆鏡頭 我們希望通過 U25G這樣輕鬆多鏡頭的切換 讓消費者可以自然的感受到 每顆鏡頭 他所帶來的拍攝效果 所以整個在主鏡頭的搭載上 我們搭載了高畫素的4800萬 以及具備了廣角、微距跟人像的拍攝攝影 在前置相機上 我們也推升了整個畫素 推升到3200萬的拍照的高畫素 透過這樣5鏡頭的搭配 我們希望消費者可以很輕鬆 不需要設定一鍵切換 你可以從廣角拍到微距 你可以從白天拍到黑夜 你可以拍人像也可以拍微距 非常輕鬆自在就可以達到 你所要拍攝的多鏡頭的效果 118度的超廣角 你可以隨時的拍出你想要拍的廣角照片 比方還拍攝下台北101代表的靜止路 拍攝風景的大圖 或者甚至是室內的團體照 你可以透過廣角鏡頭的捕捉 可以輕鬆的拍攝下這樣美好的一個畫面 同時目前業界最高的20mm的超微距鏡頭 你可以透過超微距鏡頭的捕捉 可以拍攝下一些你想要拍攝細微的主題 像是蚊蟲、滑鼓或是細小的生物 透過清晰的影像 你可以讓你創作達到另外一個程式 超級夜拍模式 超級夜拍模式 可以提供消費者更多屬於在低光源拍攝下 當我的光線 我支援了F1.8的大光圈 同時U25G也支援了像素和並技術 當你的光線不是那麼明亮的時候 我可以提升它的高感光 讓你所拍攝的照片 也能夠一樣的清晰、明亮、清楚 同時前進、後進或資源的人像拍攝模式 讓你在拍攝人像的時候 可以拍出一些散景般的照片 前置相機搭載3200萬畫素 同樣可以讓你在自拍的時候 除了背景是散景的奶油般的散景之外 你也可以拍出高清3200萬高畫質的一個非常清楚的照片 這是整體我們希望在U25G帶來旗艦等級的補科鏡頭 你也可以透過AI的偵測 讓這樣的場景辨識模式 自動幫你把設定調整好 除了拍照之外 U25G同時搭載4K的影片錄影 搭載防震防抖的技術 讓你在錄影的時候 好像加了一個補定器 讓你的影片非常的smoothly 這樣平順平滑不受一個干擾 以及呢你就可以把這錄下來的高清的4K影片 快速的透過5G傳送給你的朋友 身為2020年新一代MHTC第一款的5G手機 我們希望它帶給消費者不僅只是手機 它都可以代表你個人的品味 所以我們的設計上從光出發 希望從光雜變化多層次的感覺 帶給消費者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它的層次變化的背蓋上 是富有多勤的變化的 所以我們取材在光的元素 從光天空射下 射下大自然 射下海洋 射下草原 射下礦石 讓每一道光 進到每一個元素的反射 都能呈現不同的折射的樣貌 同時U25G 我們也取自於原子彈的礦石 首次採用我們的霧面光澤的手感 它就像是沒有經過拋光的礦石一樣 這樣的一個原味 這樣的原創 代表HTC 在這個諸位型手機 跟VR的道路上 能堅持我們自己的道路 所以很開心 今天我們的1加1記者會 第一款為各位帶來 就是我們的第一支5G手機 U25G 請各位一同欣賞 接下來帶來的這段影片 我們先看待會 我們先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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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在今天的一加一记者会呢 我想除了U20 5G之外 我们希望提供给台湾消费者 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价格带 不一样的另外一款产品 Design 20 Pro Design系列在台湾一直代表着年轻 缤纷多彩 在台湾也超过 百万名以上的Design系列的爱用者 因此新一代的Design 20 Pro 代表今年在Design系列的中阶旗舰款 我们希望能够代表喜欢Design系列 在中阶价格 它不希望花比较贵的价钱 但是它也能够使用到 类似像我们旗舰本型所带来的 很好的拍照 很大的屏幕 跟很大的效能 所以在整个拍照的设定上 Design 20 Pro 我们一样沿用了旗舰等级的五颗镜头 在这五颗镜头的搭载上 我们也同样希望 使用HTC的Design系列的消费者 也能享受到五颗镜头 带来的广角 微距 距 高清 人像 透过五颗镜头的搭载 你也可以轻松拍下 广角到围距的照片 可以轻松拍下 白天到黑夜的照片 同时也是中阶手机里面 最高的录影的画质 支援到4K影片的录影 在萤幕的出色视觉上 Design 20 Pro 同时也是目前 我们在Design系列 萤幕最大所搭载的萤幕 我们搭载了6.5寸 4HT Plus的高解析画质 19.5.9的长官比 透过极大萤幕的6.5寸 我们希望带点点 载边框 小手机的感觉 所以搭载的载边框 我们提供了最高的 90.5的屏幕占比 即使女生 单手操控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 很轻松的使用Design系列 可以轻松的游玩 这支Design系列 所带来的一个极致的萤幕享受 在效能上 我们当然希望你可以轻松自在 游玩这支手机 打手游这一句 不用担心断电跟容量的问题 所以同样我们搭载最大的5千电力 同级最高的128G的容量 以及支援QC3.0的快充 在这支Design 20 Pro身上 我们同时搭载高中665晶片 希望能够提供整个在 Design系列 让中间俯定电池持久的 一支运作效能 因此今天一次推广了 U25G以及刚刚介绍的 Design 20 Pro 以下同样为各位带来 Design 20 Pro的影片 在它的设计上 在它的设计上 我拉回来讲不要设计 在它的设计上 Design 20 Pro 其实它有别于刚刚的U25G 不太一样 它的层次 它的设计的感觉 有别于刚刚的雾面光泽 是不一样的 我们给它一个文理的渐变设计 给它一个时尚感 给它一个渐变的感觉 就像线条堆叠天际 就像层次交错堆叠一样 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从 Design 20 Pro的背盖上 感受到 这支手机 它带来的多变化 这支手机通过线条 所堆积出来的一个 线条的层次的美感 在上次的初期 我们同样会有个很特别的蓝色 以及一款很特别的黑色 以下为各位带来这段 Design 20 Pro的影片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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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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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永远 在渐变 这次的碟 尾巴 尾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